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呢 我带大家过来看一下我们广西的罗汉果 从生果到成品是怎么样制作过程的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从果园里面摘回来的生果 这都是个头都很大的 走吧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是罗汉果呢 洗掉外面那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剁毛的 以后剁完毛 包掉外面那一层果皮 把那个果囊切开 是吧 对 比较好烤干一点 是吧 是啊 这里面呢 全部都是烤果饼的 好香啊 这个 好香啊 还有一点烫 还有一点烫 这个刚烤出来的很酥 很甜的这个 很甜的是吧 这个呢 是一整只的 你看 一块一块都是一整只烤 烤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整只打包的 外面的呢 这边呢 一小块一小块的包装 一般呢 这个 泡一杯茶就用 就用这一袋吧 就是这个小包装的 它就是打包好的 这是真空包装的 这个呢 它是 开孔的 低温多水呢 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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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两个孔 然后呢 我呢 橫这样 里面呢 里面呢 是 低温多水的 呃 机器 再工作 这个就是 低温多水的 呃 机器 再工作 刚那个 机器 低温多水以后的 已经是打包好的 这个 这个呢 你看 全部都上好架的话 都追进去 烤箱就 烤干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拿回来的 螺旱果 这里呢 有三种 这种呢 就是整个 用来这个 高温的 烘烤干了 它这个呢 是 低温多水技术的 它是 打包好的 这个 其实这个跟这个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这个 只不过是它 把那个皮 去掉了 然后 用 低温多水技术把它 给 烘干 你看 这里面 还是很多糖分的 你看 这个 那么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这个 呃 果饼吧 我们放一块 进去 这里呢 如果 泡出来的话 应该可以够 三五个人的量 其实呢 这个螺旱果呢 它是 呃 用处 呃 是功效非常的多的 还有 呃 清肺 沥烟 化痰 止咳 还有 润肠 充便 比较适合 那个 平常呢 说话比较多的 那种 人群 比如说 老师啊 销售员啊 还有像小六 请陪他 都是 说话比较多的 然后 就 来 喝一下 这个 螺旱果 泡茶 这个 泡出来的颜色呢 它是 呃 没有 这种 泡出来这么黑的 这个 泡出来的颜色是非常的 金黄色的 啊 好了 这个 螺旱果呢 就已经泡好了 先来尝一杯 看看 效果怎么样 还是好烫啊 你看 这个 可以 迅速把里面 那个 螺旱果里面的 糖分啊 迅速的 给它 挥发出来 平常饮用 这个 螺旱果泡 泡 泡茶的话 它会 还有 这个 美容养盐的 功效 嗯 这个 香味呢 非常的 浓郁 而且 很甜 味道非常好 小六非常喜欢 但是呢 这个 螺旱果呢 虽好 但是 那个 呃 身体 比较寒凉的人 就不适合 长期饮用 啊 还有 那个 胃肠功能不好的人 也不适合 长期饮用 小六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六的 搜索 关注 小六打眼 啊 再见